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Dr.Fish频道 已经过了一段好长的时间 我没有录制视频了 是因为过去的时间我在筹办着线下的课程 从现在开始会筹出更加多的时间 来去录制更加多的关于水产养殖和RS相关技术的一些视频 很多人认为只要有一个水池 确保提供足够的氧气 就开始可以养育了 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今天主要要讲的课题 就是pH 什么是pH呢 pH就是水里面的酸减度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所饮用的水或者是自来水 基本上这个水的pH值是处于在7.0左右的 这也意味着这个水是属于中性 那什么是酸性 什么是碱性呢 那当pH值低于7的时候呢 这就是属于酸性的 那如果高于7呢 那是属于碱性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什么物质是代表酸性 什么物质是代表碱性的呢 酸性的物质呢 平常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就是我们所用的食用醋 柠檬 这是属于酸性的 比如说我们每天接触的牙膏还有肥皂 这是属于碱性的 说到水产养殖 那什么pH值才是真正适合养殖的呢 水产生物可以接受的那个pH值范围呢 基本上是在6.0至8.5之间 pH值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pH值除了会影响到我们所养的鱼之外呢 也会影响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 因此呢可能性会导致 这个水里面的那个生态系统呢失去了平衡 那到底什么物质呢会影响水里面的pH值呢 主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就是碳酸 carbon acid 那碳酸呢在水里面是怎么形成呢 主要是来自于水中的二氧化碳而导致的 在户外养殖的养殖户呢 会明显的发现白天跟晚上的pH呢 会有差异性的 大致上呢这个变化呢会在1到2个pH之间 那为什么呢会形成这样子的变化呢 主要是白天的时候水里面的藻类呢 会进行光合作用 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呢会吸收非常多的 这个二氧化碳来释放出大量的氧气 因此呢导致水中的那个二氧化碳含量呢 是在白天的时候会偏低的 尤其是到下午四五点左右的时候呢 二氧化碳的含量是在水里面呢是最低的 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呢 pH值呢会逐渐的偏高 到了晚上的时候 鱼和水澡呢会开始使用氧气 然后呢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直到了凌晨的五点钟左右呢 这个时候呢二氧化碳的含量呢就会处于最高的一个现象 这样因此呢水中的pH值呢会在这个时候呢是最低的 从这个现象来可以证明呢 当水中的二氧化碳越高的时候 水里面的碳酸浓度呢是越高的 因此会导致水里面的pH值变低 那pH值呢对于我们所养的鱼呢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偏高或者是偏低的时候 当pH值大于9的时候 鱼的身体会分泌非常多的粘液 同时呢会影响了它的呼吸功能 至于水澡呢在这个时候呢也会逐渐的死亡 因此呢会导致水的生态循环呢受到了一系列的影响 如果水质低于pH6.0的时候鱼的身体呢会开始发白 然后同时呢水澡在这个时候呢会停止它的一系列的光合作用 同时间呢非常容易引起寄生虫类型的疾病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鱼适合生长的那个水质范围是在6.0至8.5之间 那如果我们的pH值处于偏低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要需要怎么样来去调节这个水质的pH呢 在这里我有两种化学物质可以推荐给大家 第一就是calcium carbonate就是碳酸钙 第二种物质呢就是sodium bicarbonate 碳酸勤纳 这是我们平常使用的苏打粉 那这两种物质呢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使用calcium carbonate呢会比较便宜 但是这一种物质呢是不能100%的容易的融入在水里面 而且在调节这个pH过程中它会比较缓慢 那这两种物质呢我个人会比较推荐使用soda来去调节这个pH 那我们将一个ppm的sodium bicarbonate 投入在水中的时候呢大概呢会带来0.1个pH的变化 这只是一个参考值 当你们要调节pH的时候 你们必须注意一点就是 必须要控制这个pH变化的速度 基本上鱼可以承受每小时pH值的变化大概是在0.2左右 如果操作0.2的话呢鱼呢有可能身体会有烧伤的现象 有可能呢会导致鱼呢直接死亡 那应该用什么正确的方法来去调节这个pH呢 你可以使用一个水桶将sodium bicarbonate 倒进这个水桶当中 然后使用水来去吸湿 之后再用一个水管 将这个已经含有sodium bicarbonate的水慢慢的滴入在鱼池当中 在这个调节pH的过程中呢是越长越好的 那如果你的pH值是处于在高的位置 你要想把它调下来的情况呢 是应该使用什么物资呢很简单 你可以到杂货店里面去买我们平常使用的白醋 一样的方法来去进行调节这个pH 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到你理解什么是pH 应该怎么去调节pH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订阅以及转发 谢谢